欢迎观看意想不到的中文词源系列视频 在日常对话中 你可能会经常听到哪壶不开提哪壶的说法 意思是 一直说不该说的话 每句话都刺痛别人的伤疤 让彼此不愉快 这个俗语经常用来比喻 故意接人之短 使人难堪的行为 本期我们将一起了解一下 这个表达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 哪壶不开提哪壶 出自一个民间故事 相传 很久以前 有一对父子 开了一家小茶馆 虽然店面不大 但是由于店主为人诚实 热情和气 小茶馆的生意非常兴旺 当地有个贪财好利的白老爷 经常不掏钱大吃大喝 有一天 他到这家小茶馆来喝茶 一人独占一张桌子 还满嘴脏话 喝完茶不付钱 就扬长而去 没想到 从此以后 这位白老爷 几乎天天来白喝茶 白老爷做事和说话都十分粗鲁 和茶馆的氛围格格不入 偏偏他还非常有钱有权 所以即使生气 父子俩也只能忍气吞声 眼睁睁地看着其他客人 因为这位粗人的到来而离开茶馆 茶馆的生意每况日下 父子俩也是愁上加愁 不久 老父亲病倒了 便让儿子接管生意 儿子想出来一个好办法 每次给白老爷倒茶的时候 故意都选没有烧开的水 这样子泡出来的茶水 一点味道都没有 久而久之 这位白老爷就不怎么来茶馆喝茶了 小茶馆原来的客人也都逐渐回来了 生意也恢复了往日的兴旺 老父亲病好了后 便问儿子 白老爷为什么不来了 儿子机灵地一笑 回答道 我给他沏茶 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从那时起 这句俗语就跟这个故事一样 四下传开了 越传越远 因此 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个俗语说的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原指倒茶时 专提不开的水壶 让人喝温凉水泡的茶 后来 人们在使用它的时候 赋予了新的含义 引申为 说不该说的风凉话 做不该做的傻事 这个俗语 通常用来形容 被人无意中 提起自己最想回避的问题时的尴尬 往往带有一种埋怨的语气 嫌别人没有眼色 比如 用在这个句子中 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他就怕别人 提起他家里那些糟心事 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 请记得帮我们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观看更多的 优质双语教育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